疫苗好像就没有那么有效 因为它 因为你身体自己已经产生抗体了 所以他们会觉得 最有效的这个年龄层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台北市 然后像马祖金门现在是全线 针对他们的国一的生日 全部都可以免费的打 因为他们的经费 所以这也应该扩大到青少年 不是只有青少女而已 目前是针对青少年 那可是他一记打 比如说他三记打完之后 大概可以撑多久 一辈子就不用打了吗 对 大家常问一个问题 大家希望一辈子 目前研究我们大概挂保证到20年 20年以后因为 因为这个疫苗政策比较特别 疫苗不会像一般药追踪10年 其他追踪5年没有大问题 的确有效 我们其实就上市了 2006年上市 全世界第一个打的 到现在差不多12年 那研究室我们告诉他 大概20年是没问题 打完如果他再去 在性行为接触到有乳突病毒的人 他就真的不会打 也不会代言吗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Triven讲的 我们很希望以后 在没有性经验之前 就先防备 这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主动性免疫 一个是被动性 主动性是什么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 而且子宫颈还蛮年轻的时候 我们把一堆抗理 好像一堆勇士都在这边 你一进来忙就消灭 那你现在已经经历过一些人生了 那我们再来的时候 这是我听过最文绍绍的说话 经历过一些人生 你是说韩国人生吗 因为人生的过程了 那可能有些其他刺激的时候 这时候再来打 效果差一点点 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研究报告 还是99到97%的防护率 可是我必须要讲 就是这事情 当然你可以查文献 可以看到说 那有没有顺便保护其他几型 这叫Cross Protection 其实是有 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来打广告 我觉得那事情能够防掉 就可以防掉70%的癌症 其实很有效了 所以今天节目完了之后 Jason会立刻冲去打 对 我觉得真的是 好有教育意义的一集 而且你还揪啊 什么土中康啊 黑人的 我们去打那个 你要跟他讲 不要讲子宫颈的那个 房子 你要说乳突病 不然这些男生不愿意打 所以对男生来讲也是 房菜花 房菜花 女权谈你曾经有一个理论 为什么要我们女生打 所有男人打光了 就没事了 对耶 现在年纪轻轻 你要得到各种癌症的几率 是在增加的 请大家爱惜自己的生命 年轻的时候常会荒唐 但是长大之后万一后悔的话 还不如年轻都做一些防范 是比较重要的